日本歌手大總愛中午抵達到台灣 為了週六的演唱會來做準備 睽違五年之久再次抵台 粉絲還專程到場來接機 他也熱情的回應 還說再次來台感覺非常熟悉 還用搞怪的方式跟鏡頭大招呼 一抵台就受到粉絲熱烈 歡迎日本歌手大總愛 睽違五年之久終於再次來到台灣 大家好 我是大總愛 日本創作歌手大總愛 2003年出道因歌曲櫻桃而走紅歌壇 作曲風格有些搞怪又充滿元氣 卻也不乏抒情歌曲 大總愛著名的抒情歌曲之一 就是形象儀 成為日劇流星華遠的配樂 掀起一陣瘋潮 2008年大總愛來台開唱就成意十足演唱歌曲的中文版本 3回目的活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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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回到音樂錄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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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錄 開朗的開朗個性 新唐 咬菜電視 前文藥 仲雲庭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柳北齢 決定